有一隻是明早掛牌的 就是鮮帥達醫療6669 他今早就公佈了那個招股結果 以上限23.8去定價 其實近日市況比較波動 但是招股反應都挺熱烈的 一手還簽到只有3% 要抽成200手才可以穩獲一手 真是這麼幸運抽到的投資者 你覺得今天下午可不可以在暗盤放了他 還是應該先保持著等明早呢 其實這是固分 最近行業對這類型股份的氣氛是一般的 它是做一些下肢血管的 所謂簡單來說通波制手術的氣械 其實本身行業是比較穩保上陽 因為始終內地這方面的醫療氣械的需求是穩定上升 而且病患人口也繼續增加 因為大家知道內地越富裕有很多血管病 一富裕病就出現了 但是問題就是近期大家節目開始之前都說了一件事 我們經常很怕這個監管風雲 而這個醫療氣械是其中一個我們經常擔心 一個相當熱門的行業會加強監管 其實之前譬如說微創的龍頭 其實它現在內地有關醫療氣械耗材的監管 率先在心臟血管做監管的措施 微創出了業績都說 因應他們將部分產品 拿入了這個價目表裏面之後 大幅降價 所以令集團的虧損擴大 其實跟著這幾隻 譬如說心胃或者之前一些龜創 它做了一些周邊血管的通波仔 或者心腦血管的通波仔 其實是同一類型的 但是暫時來說 這方面在中央監管 它們的產品還未歸入監管範圍 你未歸入反而還害怕 可能你將新的監管範圍擴大 去延伸到它們其他產品 所以你看到近期這一堆 剛剛上市沒多久 譬如有幾隻龜創 甚至上星期上市心胃 其實都很慘情 跌得很誇張 所以整個行業的氣氛 似乎對現在這個時刻 就不太離開 所以我都要留意一下 今天它究竟這隻同類型股份 開出來的暗盤表現如何 如果你見到它都是浮沉浮 上不回水面 甚至是希望的水面上 如果即使是暗盤不出來 暗盤也可能在水面上下 不妨我覺得明天的轉變也不會太大 不妨如果有少許的孤去 當然反過來 如果不是反應 可能雨過天青 人覺得不再害怕 可能今天市場的反彈細浪 有些做回好的 我覺得你可能有少許賺的 可能減少一些 或者就這樣一些 再看看明天 剩下一點補儲 嗯 好 呃